哈囉 大家好 我是屏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一下我們點陣英雄喔 那最近的話 貓戰的合作活動是結束了 不過呢 最近因為外聖節快到了 所以今天的話好像出了一個 外聖節的一個新東西喔 所以我們就準備來帶我們的小貓群 來打一下我們外聖節的關卡 看一下有沒有多恐怖喔 目前來說好像多了一個吸血鬼 德古拉 還有我們南瓜的超人 再加上我們那個... 中間那感覺是能面師生獸的感覺喔 那目前來說應該是可以獲得 我們一些就是外聖節的東西的感覺喔 所以我們就來打打看 看一下會發生甚麼事情 那今天的話主要來說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前幾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綁護網的另外的東西就是我們的那個就是 捕獲砲 來看一下貓咪帶上我們捕獲砲 會不會變得比較簡單一點點囉 好 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萬聖節的活動吧 感覺還滿帥氣的喔 目前來說的話呢 這邊有 欸你看五星級的妖怪喔 這隻的話我應該打不贏吧 我覺得超...有點超強的感覺喔 那目前來說應該就是... 這些敵人有一些是那個啦 我們看到這個南瓜人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大家在我們這個點陣英雄裡面的話 應該是可以打到一些 就是我們外聖節的一些生物喔 你看南瓜人還有我們就是那個 剛剛看到的那個很像人面師生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打這隻好了 這隻應該是新生物喔 然後我們就先用我們的那個 三隻貓貓來打一下 基本上這一些關卡 我覺得應該先不用帶上我們的道具啦 因為其實帶上道具的話 你是會消耗我們方塊的 所以大家就盡可能就是帶一些 就是比較難打的一些敵人在帶喔 喔 這隻好像有點猛喔 真的是 人面師生象的感覺 新生物來啦 派出我們的貓貓生理軍 應該是還好 因為我覺得 欸它這邊斜樣台1萬5而已 我們這邊是10259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那打贏之後的話應該是可以拿到我們一些 外聖節的東西的感覺喔 所以大家如果有玩這款遊戲的話 可以來蒐集一下我們的 喔唷喔 可以蒐集一下我們那個外聖節的東西 他這邊打傷害雖然沒有很高 但是感覺他如果再更高星一點點的話 應該會比較猛一點點 我們這邊也是不能小看他喔 應該會滿恐怖的 可以這邊黃拳再加上我們的盾牌 欸 他攻擊速度有點快欸 比我們那個之前貓戰的那隻黑熊 還要再更快一點點 因為他這邊的話一下就可以攻擊 但這邊的話好險是打一星的啦 因為一星的話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S S 再一個S 哇 可惜 貓貓跳跳 這邊直接打起來喔 我覺得開打第二星關卡的話 可能就要開始來看一下 要不要用出我們那個道具 那像我們這邊的話 這一次因為他是黃屬性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邊的話那個 彩虹帽的話就沒辦法打出暴擊的傷害喔 所以大家可以去就是 累積更多一點點我們就是 各種屬性的那個就是角色 這樣的話基本上 來打我們這期關卡的話 應該都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OK 貓咪直接把他給撞死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之後他會掉有什麼東西 他應該會掉萬聖節專屬的一些東西吧 因為可能會有一些就是能夠收集的東西喔 三隻巧貓直接獲勝 沒問題 好像沒掉啦 他這邊就是一樣是黃色方塊的感覺喔 沒關係 那我們這邊的話再繼續打 我們要打那個 黃種人 喔不是 南瓜人啦 不是黃種人 南瓜人的話剛剛看到 二星這邊有一隻 我們來打一下二星的 二星的話可能就比較難一點點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 帶一下我們上次說要帶的那個 這個捕獲器 因為捕獲器這邊的話 他好像是可以幫忙打別人的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到底厲不厲害喔 然後 基本上這邊如果你的那個貓貓缺血的話呢 你這邊的話卡片上面這邊有一個很像那個 化別的東西喔 這個是可以直接回復我們血量的那個能量條 所以如果大家 覺得我們這樣打不贏的話 是可以就是回一下血這樣感覺喔 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次有帶上捕獲器啦 所以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來看一下喔 南瓜人 哇 他是會直接丟南瓜炸彈的耶 很紳士喔 南瓜捷克 這邊基本上就是三隻啦 還有另外一隻是那個我們 那個很像吸血鬼伯爵 我們看一下待會會不會有 喔 這邊有伯爵喔 喔唷 欸很帥 可是 伯爵應該是開場只有打幾下而已啊 如果他是每一回合都打的話 應該還算是不錯 但是感覺他應該是 就是開場過來打一下而已的感覺 希望是每回合都可以打啦 這樣的話應該會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喔 剛剛看起來應該是就是 沒有耶 他應該就是開場來射一下而已 所以 因為他捕獲器的話我覺得 比較還好 因為 像我們上次用的那個無敵防禦盾牌的話 真的是可以擋住我們兩下攻擊 還算是可以 那我們這邊的話那個就是 捕獲器的話是開場射一下而已喔 這樣我覺得是還好喔 好 這邊南瓜的話他爆氣了 我們看一下 這一局可不可以趕快把他給打死 這邊三個黃拳 欸不行欸 欸他們 這幾隻那個外聖節生物 感覺他們的那個 攻擊速度都很快欸 但好險他這邊的話 打起來的話 血量也沒有說很高 二星人是還好啦 我們上次 貓戰那一期就是打三星的 所以基本上你會覺得有點差距 這樣感覺喔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跳跳攻擊 而且我們這隻 我們那個彩虹貓其實只有 只是SR的角色欸 但是 基本上他能力就還滿高的 這樣沒什麼太大問題 應該是可以把他給解決 好 黃拳 再來黃拳 三黃拳請你吃便當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喔 這邊打完之後 這一場應該就可以直接結束了 OK 直接 哇 暴擊欸 欸 那隻貓貓的暴擊距離真的滿高的 感覺很厲害喔 好 可以沒問題 這邊把我們南瓜人給解決了 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遇到我們吸血鬼伯爵喔 那這邊的話送我們兩個那個黃色方塊喔 應該是還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應該會有一些任務可以解決喔 這邊的話應該會有一些 就是外聖節的任務這樣 好 沒有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外聖節他感覺好像 也沒有會 也不會跳就是 也不會跳特別的一些東西 但是他還是會就是繼續給你那個角色方塊 這樣感覺喔 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好像有看到二星的那個 人變獅神獸 其實剛才這樣有沒有德古拉好了 還是這隻德古拉這隻應該不是阿 欸 等一下 有紅色南瓜欸 哇 這隻好像比較厲害喔 四星的紅色南瓜 然後這邊的話 是黃色南瓜 所以德古拉目前還沒有看到 應該要等他下一回合這樣感覺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現在挑戰三星的好了 三星的南瓜先出來 然後 我覺得這個捕獲技感覺真的是還好欸 我覺得應該要打的話 應該還是要用我們的那個 防護盾牌會比較好 因為捕獲技他給我開場會出來射一下 不然我們再用一場看看好了 因為捕獲技我們這邊感覺他真的就是 威力沒有說那麼的高 那我們上次有解鎖另外一個好像是 補血器啦 就是剛剛那個補血衣罐 那個補血衣罐的話 我們待會可以用一下 看一下他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有沒有錢用起來的話 感覺還是我們那個就是 防禦盾牌會比較爽用一點點 因為他可以抵擋住我們兩下的攻擊 真的是很厲害喔 來 我們這邊再跟我們的 三星南瓜人會一會喔 這邊三星南瓜人的血量就是三萬八 有點多 這邊射起 欸其實 也不能這樣小探我們的捕獲器 因為捕獲器這邊的話他其實打還蠻多的耶 他大概打了三四千了吧 今天還算蠻高的 目前來說我覺得我們目前按起來的感覺的話 沒有說特別好 而且我們的那個 大招累積的量調就已經跑得很慢喔 所以沒辦法那麼快的直接開我們二階的貓 炮出來跟他打 好 沒關係我們這邊先回點血 雖然我們沒損血 我們就只能先搶一個先機啦 先把他的血量看起來打多一點點 因為這邊的話 哇他直接爆氣了耶 他直接爆氣了 藍拳 紅拳 藍拳 紅拳 藍拳 來喔看一下他這下打多少 他三星的喔 哇 這邊的話有點痛 但是目前來說我覺得我們還是扛得住啦 還行 那待會打我們四星的那個就是紅色南瓜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就要開一下我們那個防護罩 因為防護罩這邊可以抵擋住兩下的攻擊傷害的話 其實算是蠻救命的耶 說真的蠻救命的 好 打起來應該沒問題 這邊的話他只剩下11116滴血 我們這邊還有9000多滴血 看一下能不能再用高一點點的傷害壓他喔 感覺我們這一次打起來的感覺 感覺我們就是跟之前那個 累積我們的貓砲的那個速度感覺有點差耶 就沒有這麽好累積我們的貓砲了 感覺這個大招累得有點慢了你知道嗎 黃拳黃拳 然後XX 來了 完了 他這邊的話又要爆擊拳了 是還好 我們這邊打完之後可以開個貓砲了 看一下能不能 5階貓砲 2階而已 2階應該也可以把他轟掉 應該是可以的 貓砲轟南瓜沒問題 轟掉 有 直接轟掉沒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要打那個4星的紅色南瓜 我覺得那個關卡的話應該就要帶上我們那個 防禦盾牌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因為我覺得應該沒有那麽簡單了 好 這邊一樣拿到我們黃色的 所以就像外聖傑森文化好像都是黃色屬性的 所以就可以拿到我們這個黃色方塊喔 所以缺黃色方塊的話就可以來拿一下 應該是不錯 好 沒問題 我們這邊來挑戰一下 這個紅色南瓜人 這個話應該就比較難一點點了耶 我還沒有打過4星的角色耶 說真的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帶上我們上次就是用的還不錯的這個 護盾 我覺得護盾真的很不錯 然後我們就先餵保他們血吧 我覺得打這種4星關卡 一定就是要血量全滿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來吧 防禦盾牌看一下 能不能打敗我們這個紅色南瓜喔 紅色南瓜怎麼看都覺得比較厲害喔 哇 有點恐怖喔 這個是特化型的紅色南瓜人喔 有點恐怖了 但是我們這麵花有帶上防禦盾牌的話 應該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哇 4萬2喔 這跟我們那個3萬多了 多了又多了更多了 我們這次可能要按好一點點 不能隨便亂按了 就一定要按到每一個都有攻擊喔 哇 這邊 欸 還好 但是我們這邊是 已經抵擋住一次傷害了欸 他這邊有點太快喔 不過我們這邊的那個彩虹貓 對他來說是克性的貓貓喔 所以應該可以 我們可以讓那個彩虹貓來打他 好 這邊 S跟黃拳 好 加油加油 快點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用他打一個極大的傷害喔 可以 哇 4128 超爽的 然後我們這邊盾牌就爆了 欸 我覺得有可能會輸欸 我的天 有可能會輸欸 因為他現在還有這麼多滴血的話 沒有這麼好打 28674 而且他攻擊速度很快喔 我們只能靠這個了 這隻SR的貓貓真的是超好用的欸 他真的是超好用的欸 他雖然 他雖然只有SR 但是他的那個傷害都是翻倍的 他那個克數可能是 大家比較需要的一個克數 快 撞死他 2933 哇 這個帽子打了709欸 但我覺得應該這個 哇 完了他爆氣了 爆氣的話就不好說了 這邊一定不能按到XX喔 哇 完了按到XX了 而且XX那隻好像是我們的那個 彩色的 欸 不是彩色的喔 可以喔 824 快 我們這邊的話 盡可能趕快擊到我們大貓炮 我覺得才可以 才可以反敗 不然這邊的話 有點太麻煩了 王拳 王拳 應該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加油加油 加油 再多一點爆擊 哇 有點痛 但目前來說我們已經 應該OK了 這個貓泡開下去應該333 應該直接把他給帶走 呦 3 X3應該是可以 應該可以直接帶走喔 來看一下 這隻的話應該比較厲害啦 所以看一下他會掉有什麼東西 他應該是掉那個就是 比較高階的那個方塊吧 好險喔 而且我覺得這邊前面的那個 防護盾牌真的很關鍵 因為他先擋掉了兩次傷害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應該也是蠻慘的 喔 是紅色的大方塊 還行 可以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今天的話 是還沒辦法打到我們那個 德古拉伯爵啦 這個德古拉伯爵的話 我們等下還是有遇到的話 再來打給大家看 不是這隻 這隻應該不是德古拉伯爵喔 那今天的話 有先打那個人面獅身 就是這個法老獅子 再加上我們那個就是 南瓜啦 那南瓜我們基本上是有打到我們 紅色南瓜 所以基本上的話我覺得 血量蠻高的 那如果大家打不贏的話 是可以帶上我們就是研發這邊的那個 就是 我們這邊的那個防護盾牌 因為防護盾牌真的超強 他直接擋住 那如果大家想要帶上我們 就是那個 帶上我們這個就是捕獲器的話 也是可以 因為他開場的話 會打差不多三到四千的傷害 其實也算是可以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比較想要保命的話 還是這個防護盾牌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我會比較推薦給大家囉 好 那最近的話 我們點陣英雄這邊 跟貓戰結束活動之後呢 是出了我們的這個 萬聖節的東西啦 所以會有一些萬聖節的生物可以打 那像我們南瓜人跟我們剛剛那個人面師生人 都已經打過 那我們還差一隻德古拉 那德古拉最近如果德比有遇到的話 會再來拍給大家看喔 那如果你有玩我們這款遊戲的話 就是非常推薦大家可以來打一下 我們這個萬聖節的東西 因為其實 就是 趕快去收集一下我們這些 一些怪物的一些圖鑑啦 然後去跟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你已經把牠打死啦 或是怎麼樣 然後就會覺得 哇你好棒棒這樣的感覺喔 雖然好像也沒有啦 呵呵 好 那我們今天晚上到這邊啦 覺得我們這個萬聖節活動的怪物 都很帥氣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每日早上十年中午十二點個晚上 記得幫我按讚 記得幫我影片喔 打開來看一下啦 那遊戲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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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讚